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 神每一个在我们身上的雕塑 神在我们身上的雕塑 甚至我们所遇上的每一个环境 甚至上我们遇上的每一个环境 神都在那里将我们雕剁成为祂合用的器皿 神的用来雕塑我们成为祂合用的器皿 让我们能够成为建造的材料 让我们可以成为建造的材料 可以屡叠起来成为神值圣灵居住的所在 可以被叠在一起的时候成为神居住的所在 当教会装饰整齐的时候 当教会装饰整齐的时候 你看见神的国就到了 你就会看到神的国降临了 新天新地就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 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追求 就是愿意神的国降临 就是愿意神的国降临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来的 其实这乃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但是我想提一提弟兄姐妹 但我想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得救是要进入神的国 我们得救乃要进入神的国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去劝人悔改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劝人悔改的时候 他说天国尽了 所以你看见我们是跟神的国很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跟神的国乃是非常的密切的关系 当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当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当教会成熟的时候 当教会成熟的时候 神的国就降临了 我们今天晚上 先和弟兄姐妹温温早上我们所讲的 我们很快的温习早上所讲的 第一章就是讲出神对正确的信仰的教导 第一章就讲到神对着正确的信仰的一个教导 在教会里面 我们必须找着一些准确的信仰 我们要抓住那个准确的信仰 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准确的话 我们无从去服侍神 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准确的话 我们没办法服侍神 所以我们从三点来看第一章 所以从三点我们来看第一章 第一点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提到 什么叫真实的信仰 第一个我们就讲到什么是真实的信仰 里面包含到三方面 里面包含了三件事 第一方面就是 你看见真实的信仰是必定推进神永远的旨意 第一方面就讲到 真实的信仰一定是推进神的旨意 我们很容易去分辨它 我们很容易可以分辨 如说那些教导来 如果那些教导来到 原来它不是推进神永远的旨意的 但这些教导不能推进神的旨意的 弟兄姐妹这些是不准确的 好了当我们有了神永远 神的话了 好了当我们得到神的话了 这些信仰还要加上了爱 这些的信仰是需要加上爱 我爱是带着一个能力的 那个爱是带着能力 在这个能力的里面 在这个能力的里面 你就会产生不同的见证 保罗就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 保罗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 见证神如何怜悯了他 神的话临到他 他经历了神的爱 他经历神的爱 他就成为了一个爱的标本 当教会在这些这么多见证里面的时候 当教会在这么多的见证当中的时候 里面不单是一个保罗 里面不单是有保罗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个保罗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保罗 每一个人都是保罗的经历 每一个都有保罗的经历 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在神面前爱的故事 每一个都有在经历神爱的故事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见证就很强 这个见证就非常的强 这个见证就带出了我们能够去 转胜仇敌一切的工作 这个见证就让我们可以胜过 仇敌一切的工作 我们可以去打美好的仗 我们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那现在我和弟兄教我们来到 第二堂的信息的重点了 第二堂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呢 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 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 神对信徒的教导 神对信徒的教导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 其实弟兄姐妹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 教会里面应该是满足 有神教语的教导的 教会是应该满有神话语的教导的 你记得是马太福音28章 马太福音28章 主说了一个很大的使命 主说了一个很大的使命 就是你们去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就是说你们要去 使外面作我的门徒 不单止要他们能够受证 不单止让他们受洗 还要教他遵行神的话 而且要教导他们遵行神的话 所以在教会里面 应该满足很多神话语的教导 应该是满了神的话语的教导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容易会信了耶稣 但是我们仍然照自己的生活模式 因为我们很容易信了耶稣 但却还是照着自己的模式来生活 我们没有照着神话语来生活 不单是初信的 不单只是初信的 甚至是成长的 甚至是成长的 甚至是教会中间管理的 甚至在教会里面做管理的 都有这个可能的 都有这个可能 弟兄姐妹这是今年2月的一份报道 弟兄姐妹这是2月份的一个报章 叫报道 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 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 有他的长老 他的长老 他竟然将人家对他们的捐献 自己就去捐为己有 就把奉献占为己有 一个做长老的人 一个做长老的 同样可以失去了他自己应有的见证 他也能够失去他应有的见证 所以为什么神要教导我们 所以神为什么要教导我们 所以我讲到这个教导呢 并不是年轻的需要 不是年轻的需要 我们服侍了很多主的日子 年一天 我们都需要主教导我们 我们服侍主很长时间的人 我们也需要这些教导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教导 那就糟了 如果我们觉得我不需要教导 那我们就惨了 我记得我做长老的时候 我记得我做长老的时候 我在神面前祷告 我在神面前这样祷告 我接纳了这个托付 我接纳这个托付 我跟弟兄姐妹讲了一句说话 我说不要因为我做长老的 以后不好就提醒我 不要因为我做了长老 你们以后就不提醒我了 我就说了 其实我做长老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其实做长老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人可以去开始奉承你 就是人开始会奉承你 但是真心跟你说话去提醒你的 就变得少了 但真心愿意来提醒你的却少了 所以我们无论上下大小 所以我们无论上下大小 我们都需要神来管教我们 你说如果不管教的话 就出很多问题了 如果没有管教的话 就出很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教会的光景 这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光景 这件事我当时都是在读书的时候 这个是我当时还在读书时候发生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有两男一女 三个教会里面有三个基督 两男一女 两个男孩就喜欢了一个女孩 两个弟兄就喜欢那个女的 比如说AB这个男孩呢 比如说AB这个男孩子 就喜欢了一个女孩 就喜欢了这个女孩子 那女孩子就只是喜欢那个A的弟兄 那但是女孩子只喜欢那个A的那个弟兄 就不喜欢B的那个弟兄 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些是小事 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是小事 这种事情在教会随时成为拆毁的 这种事情在教会随时可能会拆毁 所以我跟年轻的弟兄姐妹讲 所以我跟年轻的弟兄姐妹讲 我不愿意见到教会里面追追逐逐的 我不愿意见到教会里面追追逐逐的事情 我不愿意见到弟兄后面拿着玫瑰花 我不愿意见到弟兄的背后就藏着玫瑰花 到教会就说送给你了姐妹 弟兄姐妹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要得的 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不要得的 不值得不要这样做的 有时这样是产生很多冲突的 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很多冲突 所以我们感情的事我们要留意 所以我们感情的事情我们要小心 这件事严重到什么呢 这件事情严重到一个程度怎么呢 可能在教会里面就没有好好提醒弟兄姐妹 怎样处理自己的感情 可能教会里面没有很好地提醒弟兄姐妹 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感情 所以B那个弟兄就很老老 所以那个B弟兄就非常的生气 这位A弟兄 他就趁着那位弟兄有一晚送完姐妹回家 他就趁着那位弟兄有一个晚上送姐妹回家之后 他就躲在那个电梯的顶上面 他就藏在电梯的那个顶上面 因为他是读着电机工程 他需要怎样去 因为他是念电机工程 所以他知道这些的状况是怎样 当那个姐妹回家的时候 那个弟兄就入电梯 当这个姐妹回到家里的时候 这个弟兄就送完之后就进电梯了 他就在电梯上面吊死他 他就那个B弟兄就在电梯上面 就用绳子把电梯里面的A弟兄吊死了 然后把他扔到那个电梯的底下 那个草 那姐妹就一直在窗上望 为什么不见她出来呢 那个姐妹回到家 就在窗口一直看 怎么看不到这个弟兄离开呢 所以就报警揭发了这件事情 所以她就报警 就揭发了这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件事情 我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教会里面会出事的 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可以出事情的 我们需要求主念 我们需要神在这里来到好好的教导我们 我们需要神好好地再教导我们 为什么教会出问题呢 为什么教会出问题呢 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这么说 圣经有这样子说 在真言二十九章十八节 真言二十九章十八节 他说没有异象 没有异象 民就放肆 什么叫异象呢 什么叫异象呢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求神透过他的话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他 透过他的话语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让我们看到 最终成为我们的异象 最终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异象 就像神永远的旨意 就像神永远的旨意 我们需要神用祂永远旨意来教导我们 我们需要神用祂永远的旨意来教导我们 叫我们真的明白了 明白都要成为一个异象 明白到一个地步成为我们的异象 什么叫做成为异象呢 一个异象就是能够将你这个人 这个异象就是可以把这个人 带到一个地步 带到一个地步 你所有的取向 你所有的取向 都被这个异象所影响 都被这个异象影响 这个叫做有异象的人 这个是叫做有异象的人 我给一个例子 给一个例子 比如有些人很喜欢运动的 有人喜欢运动 有人就很着意 希望能够去到参与奥林匹克的运动 有人就决意要能够进入奥林匹克竞赛 你看到有人有这奥运选手的异象之后 他想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没有这个异象的人 和另外一个是没有这个异象的人呢 你看到那个差距很大 你会发现那个差距太大了 你看到那些练习的人 他为了能够进入奥运的比赛 他为了能够进入奥运比赛当中 他做什么事情都是 不要影响他这个方向 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不能够影响他这个方向 他会很小心吃药 很小心地吃药 一时不知道吃了一些药的时候 一不小心吃了某一些药的时候 你就可能被淘汰了 你拿了金牌也没用 你那个奖赏就会被赤夺 你还要很小心吃的 你也要很小心地吃 不能够太胖 又不能够太瘦 要适中 要刚刚好 而且那个瘦肉跟肥肉 都要有一定好的比例 是非常讲究的 你要练哪一块肌肉 哪一块肌肉跟哪一块肌肉 要配搭到 哪一块肌肉跟哪一块肌肉 要配搭得好 这些需要很细心的 这些就需要非常细心 可能做某个动作 只是训练一个肌肉而已 可能做某一个动作 就为了练那个肌肉 他的生活要节制 他的睡眠要控制 睡眠要节制 要控制 所以你看到 这个叫做有意象的人 没有的呢 没有的呢 今天吃饭 有很漂亮的cookie 今天吃饭 那个cookie太好吃了 吃了半块 吃了半个 不如多半块呢 要不把那剩下半块吃掉吧 是吗 对不对 这个叫没有意象 这种叫没意象 我们常说要健康身体 健康身体 我们常说要有健康身体 吃完这一餐才讲健康 我们这一顿吃饭再说吧 所以你看到一个有意象的人 是多不同 所以你看到有意象的人 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看到神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这个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 这个话语进入我们的心 他成为我们的意象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意象的时候 顶着我们的生活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简选 我们都被这个意象所影响 我盼望无论是年轻人 我盼望我们无论是年轻的 我们是年长的 我们都是一个作有意象的人 我们都做一个有意象的人 而意象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意象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神用祂的话来管理我们 我们需要神用祂的话来管理我们 一个有意象的人 祂一定有神的话的 一个有意象的人 一定有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今晚的重点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重点 我们就要看神的话 怎么来管理我们 第二第三章是讲到神对信徒的教导 第二第三章是讲到神对信徒的教导 他包括了四方面的不同的人 他包括了四方面不同的人 他讲到男人就是提到关于讨告 他讲到男人的时候就讲到祷告的事情 当他讲到女人的时候 他就提到保罗就提到顺服的事情 当他讲到女人的时候 保罗就提到了顺服的事情 又提到一个合格的长老是怎么样 又提到了一个合格的长老当如何 又提到一个合格的执事是怎么样 又讲到合格的执事是怎么样 在这里我想讲清楚 在这里我想讲清楚 第一章是没有 并不是这四种不同的人 他只是听自己的那些事情 那不是说你是哪一种人 你只听你那一段 不是这个样子 当我讲讨告的男人 姐妹可以睡觉了 当我讲到祷告的男人的时候 姐妹就可以睡觉了 当我讲合格的长老的时候 差不多大部分人都可以睡觉了 当我讲合格的长老 大部分人都睡到了 我盼望根本不是这样 我希望今天晚上不是这个样子 虽然我把他分成了四个不同的人 虽然我把他分成四个不同方面的人 那提摩泰前书第二第三章 都是讲这四方面 提摩泰前书第二第三章 就讲到这四方面 但是其实所学习的呢 但其实所学习的呢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需要的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需要 只不过有些不同的人 他有特别要留意的地方 只不过是不同的人 他有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 对于男士来说 你要特别留意你要讨告 不可以去争辩 对于男士来说 你特别要小心的就是 你要多祷告少争辩 对姐妹来说 你要看见顺服 和我们的合适的衣着 对姐妹讲到说 你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顺服和衣事的整体 这绝对不是说 弟兄你不需要合适的衣着 和好好的学习 那不代表说弟兄就不需要顺服 不需要合适的衣裳 不是等于弟兄可以不用穿衣服 这样就来聚会了 你不是说弟兄可以不用穿什么衣服 就来聚会了 表演一下自己的肌肉 就表现了你的肌肉了 所以其实是一致的 其实都一致的 只不过有些地方我们需要加多留意 只是说有一些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四方面的时候 所以当讲到这四方面的时候 就是长老们的学习 弟兄姐妹都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弟兄姐妹都要在我们身上来发生 为什么弟兄们 你们不觉得你有一天可以成为教会的长老呢 坐在前面这些年轻的弟兄们 我们看着你们 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觉得我没可能的 你可能心里面觉得在我身上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今天羡慕善功 有一天 为什么神不会用你呢 所以和弟兄姐妹提到这四方面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讲到这四方面的时候 对我们都是这么重要的 对我们都一样重要 好了 我先提到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祷告的男人 祷告的男人 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八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八节 请听我读 我读一下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越光越热 心里火热 越讲越火热了 二章一节八节 第二章一到八节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懇求 祷告代求祝借 我第一 我欠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 代求诸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越纳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越纳 祂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祂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宝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祂写自己作万人的属家 祂是自己作万人的属家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 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 作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 作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 学习真道 学习真道 我说的话是真的 我说的是真话 并不是谎言 并不是谎言 我愿男人无愤怒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举起圣洁的手 随时祷告 垂簇祷告 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 保罗让我们看到 他提提摩泰你要好好地吩咐 在以弗所的弟兄姊妹 你要好好地吩咐 以弗所的弟兄姊妹 关于祷告的学习 我看过一篇报道 我看过一篇报道 是Newsweek的 是Newsweek上面的新闻周刊 1992年1月5号的一篇报道 就是1992年的一篇报道 题目叫Talking to God 题目就是跟神讲话 里面他指出一件事 他指出一件事情 他说有四分三受访者 他当然在美国做这个访问 是在美国做的调查 他说原来有四分三受访者 每星期都祷告一次 其中多过一半 是最少每天都祈祷的 有多过一半的人 最少每天祷告一次 叫人感到惊讶的 让人惊讶的呢 五个美国人中间有一个 他们是无神论者 或是不可知论者 每人都祷告的 五个美国人中 有一个他们是无神论者 或者不可知论者 会每天祷告 你不信神 你都会祈祷的 你不信神 原来也会祷告 后来这本习记 Newsweek1997年 又再做同样的访问 97年的时候 这个周刊又做了 一个同样的访问 结果原来差不多 所以等于教会 你看看 美国人怎样看祷告 弟兄姐妹 你看美国人 怎样看祷告呢 好像是一种习惯 信不信神都好呢 信不信神的我能 可能从小爸爸妈妈都叫我祈祷 可能从小爸爸妈妈 教他们祷告 我就祈祷了 那我就祷告吧 可能就是一种习惯 可能是一种习惯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一个习惯呢 你有没有试过吃吃吃饭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吃饭的时候 吃吃吃吃饭的时候 在吃到一半的时候呢 突然想起 我祈祷了肚没呢 我祷告了没有呢 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啊 那就是说其实 其实呢 刚刚你祷告了些什么 你祷告了一些什么 你刚才祷告了些什么 你刚才祷告了什么呢 所以你就发觉我们已经很容易习惯了祈祷了 你发现我们就很习惯 很容易就习惯了 一坐下对着碟饭 一坐下来对着饭 那就祈祷了 我们就祷告了 祈祷就吃了 就吃了 整个祈祷都是一个反射作用来的 整个祈祷是一个反射的作用 对那碟饭的反射作用 就是看到那盘饭就叫做反射作用 你一见碟饭你就祷告了 你看到饭你就会祷告了 祷告你就吃了 祷告完之后就吃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训练一个小朋友 两三岁的在教会里 你教会里面训练的那些两三岁的小朋友 他吃饭前很喜欢祷告的 祈祷完就拍手了 他一祷告完就拍手了 又得吃了 可以吃了 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习惯 所以成为了一个习惯 弟兄姊妹 会不会祷告都成为一个习惯 弟兄姊妹 祷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了吗 在这里 我们看到就算能祷告 那个重点都是自己的 他的重点还是在自己身上 让神可以帮助我健康 帮助介入我生活 帮助我健康 让家人可以有成功 那我们都可以得到能力过好的日子 弟兄姊妹 我不是说这些错 但是祷告的里面 似乎提摩太前书 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 但是祷告当中 提摩太前书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 这个什么眼光呢 什么眼光呢 他就告诉我们 就说 有第一这件事情 你读整卷提摩太书呢 他就是讲了第一没有讲第二 他只讲了第一没讲第二 换句话说 对保罗来说 他要提摩太吩咐人的时候 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去吩咐教导人的时候 在一切事情里面 在一切的事情里面 祷告是要优先的 祷告是要优先的 祷告是重要的 并且祷告要在我们生活所有事情里面 它应该是要优先的 所以祷告在我们生活一切当中 乃是有优先的 所以第一节 在第一节里面的时候 你看见 他就指出祷告的优先 所以第一节 他就指出了祷告的优先 第一节目 我们怎么看祷告呢 弟兄姐妹 我们如何看待祷告呢 是不是基督徒的一个 只不过是他 就是一个符号意义呢 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符号呢 如果我们不清楚 祷告究竟有几大的威力 如果我们不清楚祷告 有多大的力量 我们不懂得去用它 我们就不懂得应用 我不知道大家在你日常遭遇的事情 我不知道在你日常遭遇的事情当中 在教会中间的服侍 你有没有第一时间 你就带到祷告里面去呢 你有没有第一时间 把这些事情带到祷告当中呢 波罗给我们看见 祷告应该优先和最重要的 保罗让我们看到 祷告乃是优先 而且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优先的意思是为什么呢 这个优先是什么意思呢 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时候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必须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所要的一切的需要呢 神老总因为你预备了 你所需要的这一切 神都一早就为你预备了 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所以在我们祷告的里面 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把祷告摆在前 也都摆在神的事为 我们需要把神的祷告的事情 摆在前面 摆为优先的事情 神很需要我们 去为祂的事情祷告 神很需要我们 为祂的事情来祷告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以赛亚书45章11节 以赛亚书45章11节 这里这么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 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 将来的事 你可以问我 至于我的宗旨 并我守的工作 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在原文里面 祂是吩咐我 可能译圣经那个 祂不敢写就说 你们可以吩咐我 所以那个翻译圣经的 有可能祂就不敢说 翻译成直接吩咐我 所以等于照明 你要知道 原来神有一个这样的心思 原来神有这么一个心思 神手里面有很多工作 神手上有很多的工作 神等着要做 神要做这些工作 好像神没办法动得 好像神没办法 开展这些的工作 这里比如说有一个按键 只要一按 那些东西就搞定了 你只要一按 所有的事情就搞定了 但是好像我还没收到个命令 我可以去按这个键 但因为我还没有收到 那个命令 说要去按这个键 第一之后你没有想过 原来神手上有一些工作 等我们去吩咐他 所以你应该看到 你祷告有多么重要 你可以向神说 神啊你救个人 神你就那个人 你知道吗 这个祷告神很愿意听 神很喜悦去听 神等着你听 神听你的祷告 他就愿意按这个按钮 神等着你吩咐他 神等着你来吩咐他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 神等我等着你 我们说神啊我在等你 神就说我也在等你 神说我也在等你 那这大件事呢 那就惨了 那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 所以等于知道 教会的祷告 多么厉害 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 教会祷告 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来到新约里面 主耶稣这样说 地上捆绑天上捆绑 地上捆绑天上要捆绑 地上释放天上释放 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 你要知道这个次序 你要知道这个次序 是地上捆绑天上才捆绑 是地上捆绑的天上才捆绑 是地上释放天上释放 是地上释放的天上才释放 所以我们祷告很多时候 特别是为福音罪会祷告 所以祷告的时候 特别是福音聚会的祷告 我们就是求神 你释放那些被受敌 仍然捆绑的人 我们就打告说 主啊你来释放这些被仇敌捆绑的人 我们深信神在天上就释放了 我们深信神在天上就要释放他们 一月份我们有福音聚会 一月份我们有福音聚会 特别是有一个聚会给年轻人的 是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给年轻人的 当我们讲完完信息之后 当我们把信息讲完之后 我们呼召 我们呼召 我见到很多年轻人 我们看到很多 年轻人好像在那里动 你知道一个人 他里面有挣扎的时候 他的身就会动的了 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在里面有挣扎的时候 他的身就好像坐立不安这样子的 要不然就是低着头很紧张的样子 但是就不起身 但是就站不起来 之前我就跟弟兄姐妹讲 当时我就之前我就跟弟兄姐妹讲 当呼召的时候 当呼召的时候 你不要周围去看谁几手没有 你要好好祷告 你就好好祷告 教会一同的祷告 教会一同的祷告 求神去拯救人 求神来拯救这些人 求神捆绑仇的工作 求神捆绑沙坛的工作 释放人 释放人 突然间有一个起身 突然间就有一个人起来了 好像一个break through 就像有一个突破一样子 然后不断又起来 然后就不断地人都站起来了 那一个下午有17个年轻人 他们觉知 你看到当教会祷告的时候 神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神就可以工作了 弟兄姐妹不要看清你的祷告 并且在教会里面 祷告所发挥的威力 是我们很少想象得到的 祷告所发挥的力量 我们很少去想象得到的 所以我说我们要相信祷告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相信祷告 弟兄姐妹相信祷告 弟兄姐妹要相信祷告 神是听我们的祷告 神是听我们祷告的事 特别是关乎祷告的事情 他守的功 关乎祷告他手上的工作 神是听的 神听 我们大概六年前 我们需要买会堂 六年前大概 2009年的时候 我们需要买教会堂 在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 看对的地方 就是一个 本来是戏院改装 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 我们看中的一个地方 是以前电影院改装的 改装成聚会的地方 那么十分适合我们聚会的 对我们来说很适合 那么那个业主呢 是一个宗教机构来的 那他那个业主呢 业主呢 是一个宗教的机构 那么当然是一个小组 就是说售卖这个楼宇的小组呢 去决定买不买这个单位呢 那他们这个机构 就有一个小组负责做这个决定 卖不卖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由2000万开始 已经跟他讲到2380万了 我们就从2000万一直谈到了2380万 对方就不断反架 对方就一直反回家来 所以我们都觉得 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谈下去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要怎么样继续谈下去 到2380万的时候 到2380万的时候 他又说不行了 他又问我要多50万 他又要再加50万上去 其实2380万多50万不是太多 其实2380万再加50万不是太多 那么我本来想跟他说 OK了 就是和你成交了 本来我们就决定说 去接受这个价钱 那么在神面前 讨贡我有少少不太平 但是我祷告的时候 心里面觉得有点不平 当然对方很多时候都反价了 当然对方常常是有这种反价 我给他多50万跟他要多50万怎么算好 我们给他加了50万 他会不会又要再加50万 因为这些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 因为这些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 身身复复复处回来的 是很辛苦的存在 哇好像50万50万那样洗 你就好像50万50万就这样扔出去了 里面不是很舒服 心里面不舒服 那天晚上我们有教会性的讨好聚会 那一天晚上我们有教会的祷告会 之后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情 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情 弟兄姊妹竟然给我有一个感觉 弟兄姊妹居然给我一个感觉 不要给他 不要给他 不要再加这50万给他们 那我问弟兄姊妹 那我们怎么好啊 那我就问弟兄姊妹那怎么办呢 他说总之不要给50万 他们就说总之就不给 那我就跟大家讲 我就跟大家讲 好没问题 好没问题 答应一件事情 今晚我们大家回到家 我们今天回到家的时候 一同围着这件事情 我们一同为这件事情祷告 求神显明祂的意思 求神显明祂的意思 到底是不是把这个地方预备给我们 弟兄姊妹那天晚上都很不切祷告 弟兄姊妹那天晚上都很迫切地祷告 你不知道神怎么听祷告 你知道神怎么样听祷告呢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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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很快 第一天早上有一个地产的经纪给电话我 就有一个地产的代理打给我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 他说刘先生 刘先生 你欠了我的佣金 他说你欠了我的佣金 我已经拗了头壳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讲什么 因为接触这个业主 不是经过地产经纪的 因为我跟这个乐主谈的是不经过代理的 原来在最初的时候 我打过电话给这个经纪 我又打过电话给这个代理 最初最初的时候 我就叫他给一些资料我 我就请他给我一些资料 但是他不给我 但是他没给我 一直都毫无音信 一直都没有回应 所以我们就用了第二个途径接触了业主 所以我们就用了另外一个途径来接触这个乐主 我跟他说 我说你都没有给资料我 你怎么叫我拿佣金给你呢 那我就跟他说 你都没有给我任何资料 我怎么给你付你的佣金呢 他很坦白说 他很坦白说 当时我觉得你好像是我们的同行想拿料 他说我当时觉得你实际上是我们的同行竞争对手 要来向我套资料 所以他就说我当然不给你了 所以我就不给你了 那我说我都不会给你了 那我也不给你 跟着他很想做这单生意 但是他很想做这个生意 很想代理我们去收这个佣金 他很想代理我们来处理这个 来收这个佣金 后来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你这个单位不需要2300万 他就说你这个单位不需要2300万 那时候我好像听到神跟我讲了 原来不用2300万的 原来2300万都不需要 因为这个代理是这个机构的特别指定代理 因为这个代理是这个机构的特别指定的代理 所以他都说不需要2300万了 所以他这个代理都说不需要2300万了 所以神就跟我说不用2300万了 那不就是跟我说了吗 所以我打电话给那个业主 所以我就打给那个月主 我收回我的offer了 我说我那个提价要收回了 我收回了 我要收回来了 因为你们的经纪告诉我 不用2300万 因为你的代理告诉我不需要这个价 过了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和我接触开那个业主就打电话给我 那对方的月主一直跟我联络 那个就打电话给我了 他说刘先生 你可不可以给我2380万 他说你可不可以还是给我2380万呢 我老实跟你讲 我老实跟你讲 我们机构的售楼小组 其实已经同意了2380万这个价 我们那个机构的负责这个小组 已经同意了这个价钱 但是我是为了为了我们机构 再可以争取多一点钱 你知道吗 原来人家已经同意了 原来对方已经同意了 这个跟我接触的人 这个跟我接触的人 就想为自己的机构 所以神也为我们做了事 当弟兄姐妹一同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弟兄姐妹一同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看见那个威力这么大 你会看到那个威力是何等的大 弟兄姐妹 我再讲 相信祷告 相信祷告 信祷告真是能够摇动神的手 我们要相信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 信祷告能够抬下神的工作 祷告可以带下神的工作 相信祷告能够叫神的名臂高举 相信祷告可以让神的名臂高举起来 相信祷告能够捆绑仇的一切的作为 所以我们需要在弟兄姐妹面前 需要清楚 在这一段里面 保罗提醒提摩泰在教导里面的时候 保罗提醒提摩泰教导的时候 要留意一件事 要留心一件事情 祷告的方向是怎样 祷告的方向是怎样 它的对象是什么 你看见它的方向就是很明显在第四节那里 很明显这个方向就是在第四节的里面 祷告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你看祷告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 应该怎样祷告 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祷告 不知道怎么样直接为人祷告 你就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很直接的方向 这里有一个很直接的方向 愿人得救 愿人得救 明白真道 明白真道 弟兄姐妹 你心里面有些人 你是想去能够认识神的 你心里面有一些的人 你很想他认识神 你有没有去为他祈祷啊 你有没有为他祷告 你讨过方向是什么 你的祷告方向是怎样 直接了当 直接了当 求神救他 求神来救他 明白真道 明白真道 认识神是唯一的主宰 认识神乃是唯一的主宰 认识耶稣基督乃是那个宰宝 是为人降生成为那个救赎者 乃是为人降生成为救赎者 所以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呢 这个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方向 这是我们当有的方向 还有就是 在这里 他讲出祷告的原因 所以你讲到祷告的原因 和祷告的态度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好清楚了 所以你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条要为万人祷告 为政权要祷告 所以你讲到为万人 为政权祷告 使我们平安度日 我们知道要在平安的日子里面 我们知道在平安的日子里面 我们才会有教好的环境 来建造教会 我们才有比较好的环境 来建造教会 我不是说其他环境不能够 但是当我们是一个 教会相对平安的日子 但是当我们在一个 相对平安的日子里面 我们能够彼此学习配搭 我们可以彼此学习配搭 这些机会是好很多 这个机会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怎样为在位的祷告呢 那我们如何为在位的祷告呢 我觉得刚才的方向又对了 刚才的方向就对了 求神 叫他们能够 明白真度 叫神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 蒙恩得救 无论是你的朋友 无论是政权 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这样的方向来祷告 我们都可以向这个方向来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所以你说出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什么呢 什么态度呢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我愿意男人没有 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随处祷告 你就知道原来 弟兄们 我们有一些 不好的地方 弟兄们 我们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我们容易愤怒 我们很容易愤怒 我们容易争论 我们容易争论 小小事都咬了颤的 小小的事情 我们都要争一顿 所以很多时候 姐妹都不明白 你弟兄做什么咬成这样的 所以有些姐妹都不明白 弟兄怎么吵成这样子 求神怜悯我们 取而代之的就是 取而代之的 举起圣洁的手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这个随处 就是等于你随时讨告 这个随处 其实就是随时 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正确的态度 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正确的态度 我们下来 第二方面就是提到 顺服 第二方面提到的就是顺服 特别提出了 姐妹需要学习 做一个顺服的人 在第二九节到十五节 第九到第十五节 这里就说 又愿女人廉此自首 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 又愿女人廉此自首 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不以偏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只要有善行者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只要有善行者才与自称是精神的女人相宜 女人要沉静学到一美的顺服 女人要沉静学到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狭管男人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狭管男人 只要沉静 只要沉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女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 又圣洁自首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 又圣洁自首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 我们往下读就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人权的问题 就是人权的问题了 很多时候姐妹读这段圣经 就很不明白 很多时候姐妹读这段新闻的时候 就很不明白 为什么什么都是我们的错 为什么都是我们的错呢 我的女权在哪里 我的女权在哪里呢 我想跟弟兄姐妹 先聊到提一提 我想跟弟兄姐妹先提这么一件事情 教会里面不是讲人权的 教会里面不是讲人权 不是讲女权的 不是讲女权 教会是讲神权 教会里面讲的是神权 弟兄姐妹明不明白我这句话 弟兄姐妹明白这句话吗 今天为什么人越走越糟糕 为什么今天人越来越糟糕呢 比以前的世代越来越难搞 比以前的世代越来越难搞 就是人讲得太多人权 因为就是人讲太多了 人权 人权就等于无控制式的自由 人权就是等于了没有控制的自由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今天争取的就是这些 今天所争取的就是这些 这些是求主联名 这些是从受敌以来的观念 求神怜悯 因为这是从仇敌来的观念 在教会里面我们只看到神权 在教会里面我们只看到神权 弟兄姐妹 无论你要不要 你肯不肯都好 弟兄姐妹 不论你要不要 或者是同意不同意的 教会是神作主的 教会就是神作主 不单止神是全地的主宰 不单止神是全地的主宰 更是教会的主宰 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 如果不是让神来掌权 所以我们知道教会 如果不是神在掌权的话 整个世界有怎么认识神的权柄 整个世界怎么能够认识神的权柄呢 人从何处去看见神的主权 人还可以从哪里看到神的主权呢 人在哪里看见神的荣耀 人可以在哪里看到神的荣耀呢 如果教会不能在这里彰显的话 如果教会不在这里彰显的话 整个世界都在鸭里面 那世界都在黑暗的里面 神的主权我们要看见 神的主权我们要看得到 祂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祂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你信祂不信祂都好 祂都是那位真神 你信或不信都好 祂还是那位真神 祂说这样就是这样的了 祂说这样就是这样子 祂的权柄在哪里呢 祂的权柄在哪里呢 祂的权柄就是祂所命定的必定成就 就是祂所命定的必定要成就 没有任何的例外 你看圣经你看到 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 神的主权在哪里彰显呢 神的主权在哪里彰显呢 就是当你作的事 就是当你做的事情 祂带出来的后果 祂所带出来的效果 神是命定了 神是神所命定的 祂不会改变 祂不会改变 这叫主权 这叫主权 举个例子 神说你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必定死 神说你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就必死 亚当吃了 亚当吃了 他要不要死呢 必定死 这个结果是不能更改的 这个结果是不能更改 这个叫主权 这叫主权 这个叫主宰权兵 今天神给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个简术的权兵 今天神给我们有一个简选的权兵 你可以拣选要神的事 你可以拣选属神的事 你可以拣选不要神的事 你可以拣选不属神的事 好正意识利人 你可以拣选遵行神的话 好像以色列人 你可以拣选遵行神的话 你又可以拣选叛逆神 你也可以拣选叛逆神 弟兄姐妹你可以选 但是你选了哪样东西的时候 但是你选什么事情呢 你拣选了顺服神 你选了顺服神 或者你拣选了叛逆神 或者你拣选叛逆神 结果是一定的 结果是一定的 你不要想着今天我叛逆神 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叛逆神 结果就是疯疯满满神的祝福 且我可以得到神疯疯满满的祝福 妄想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主宰权柄是绝对的 我们要知道神主宰的权柄是绝对的 在神的教会里面 在神的教会里面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无论弟兄 无论是弟兄 或者是姐妹 我们都要福音在神的权柄下 让神华士 当神在教会中间 祂作主的时候 当神在教会里面 作主的时候 祂的祝福就临到教会 祂的祝福就会临到教会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 我们要福神 我们要福在神的手下 等于我再讲 弟兄姐妹 我再讲 我们要福在神的手下 无论你同意不同意都好 你都要顺服 无论你同不同意 你都要顺服 哇 会不会神霸道点啊 神好像这么 横满无礼啊 在今天的社会 在今天的社会 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在我们的教育里头 我们早就推翻了这些权柄了 我们一早就把这个权柄推翻了嘛 好吧 你尝试要去推翻神的权柄 魔鬼就是这样 这就是撒旦所做的 那魔鬼最后怎么样呢 结果撒旦最后怎么样呢 那个永远的刑罚 他就得到他永远的刑罚 他要被搜到墓底坑里面 你知道墓底坑是什么感受吗 你想想 你想想 不断跌 一直在那里往下掉 不断跌 你一直在往下掉 无底嘛 因为是无底嘛 好像你那些 缝下来的游戏机呢 就好像你玩那种 机动游戏掉下来那种 你掉下来 你也知道有几分钟而已 有几秒钟而已 是不是 你掉下来的时候 你知道只有几秒钟嘛 但是无底坑是没有底的 神所命定的刑罚是可怕的 但是弟兄姊妹 虽然神是有独一无二的神 虽然神是主一无二的神 但你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 但你知道他的心是如何呢 耶利米这样说 神所怀的是平安的意念 他对我们这个意念 就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 为了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 你真的把不得一个很厉害的人 你巴不得成为一个 有一个很厉害的人 你希望有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他又有能力 他又有能力 他又肯帮我 又愿意帮助我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我举个例子 我乘250磅 我有250磅 我躺在那里 前面的姊妹 前面有个姐妹 你虽然很想帮我 虽然很想帮助我 因为我晕倒了 把我扶起来 你没办法的了 你扶不起来的 是不是 对不对 但可能有的很强壮的 弟兄行过 但有一些比较强壮的弟兄来了 这个是谁啊 当然不要逗他了 还是别碰他了 所以你真的很想有一个有能力的 所以你希望有一个有能力的 但是又对你好的 而且对你好的 那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神 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等于我们应该心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弟兄姐妹 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感觉 很想能够得着我们的神 很想可以得到我们的神 很想服侍他 很想来服侍他 很想去顺服他 所以在这里我先讲了这个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这里先讲这个很重要的地方 在这里保罗人一提 然后保罗就提到了 关于衣着的事情 关于穿着的事情 这里提到这几方面的东西 这里提到了几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这里是讲出我们 顺服神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这里所讲的就是 一个顺服神的人 他的一个表现 当一个人顺服的时候 在他的衣着里面就讲出这个人是怎样向着神的 这个衣穿着呢 就可以说出他这个人是怎样的顺服神 所以不是穿的问题 所以不是他穿什么的问题 是你这个人怎样穿的问题 但是你这个人怎么穿的问题 我想这个例子大家会明白 这句说话 有一个例子可能可以比较让大家明白一点 大概十多年以前 有一些年轻的姐妹 有一两个年轻的姐妹 那时候香港很流行穿的背心仔 香港很流行穿的小背心 算是挺暴露的 算是比较暴露的一点 有一天被我见到 有一天就被我碰上了 他回到教会呢 他来到教会呢 穿着这件外套 穿着这个外套 遮住了 盖住了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那天我一看到 一出了教会 一出到离了教会 转了弯 就脱了件衣服 就把外套脱了 就是他最拾摸最潮流的样子 就是他最潮流最时髦的样子了 为什么教会里面你不敢脱着这个外套呢 其实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他心里面知道 他心里面知道 不是很合意 这不是太合意 但是他又想追着这个潮流 但是他又想要抓着跟着这个潮流 所以教会就是变一只羊 所以来教会变成一只羊 出去变成一只狼 外离开了就变成狼了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 这就是我们的心思 很怕这个人又说我不对 我很怕他们谁又说我的不对 很怕那个人又说我不对 又说那个人又说我做错了 所以回到教会我们就化妆成为一只羊 所以教会我们就化妆成一只羊 弟兄姐妹啊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一件事 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一件事 你不是面对人你是面对神的 你不是面对人你是面对神的 所以其实这个讲出我们的人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里讲出人是怎么样的 这个合意的依着讲出 你的生活是一个合乎中道的生活 所以这个合意是讲到一个生活是合乎中道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合乎中道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合乎中道 不是要不然就走到很远很前端 要不然就走到有那么厚的那么厚 要不然就跑到最后落后到 好像那些古旧的时代 或者是回到很老旧的社会的状况 有些人真的会的 有的人是这样子的 有个弟兄跟我说 我因为是很愿意做一个传道人 我很愿意做一位传道人 所以我家里我不买电视 所以我家里没有电视 我说有什么问题呢 他说电视真的满足世界 电视满载着世界 电视满载着都是满满的世界 我跟他说 电视都是原子粒来的 电视其实都是原子颗粒 就是机器来的 都是机器来的 真正满载着世界 真正满载世界是看那个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搞错了 有时候我们搞错了 求主联名我们 我们应该是活着一个合义的生活 无论弟兄和姐妹都好 第三方面 你看到神在教会中间的安排 特别是讲到姐妹顺服这件事情 特别是讲到姐妹顺服这件事情 我们心里面就是很不妥当 我们心里面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弟兄 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弟兄 为什么不是弟兄来顺服我 为什么不是弟兄来顺服我 为什么神要有这些事情 为什么神要定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 为什么不是你平等你敢我敢 大家平的不就很好了吗 现在出来弟兄和姐妹吃饭 都是一起啊啊啊啊 都不会一个人一个 现在弟兄和姐妹出去吃饭 也是一人分单一半 对吧 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平等的 这个世界很平等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这个原则 是有祂独特的地方 顺服不是等于卑微 顺服不代表卑微 我们搞错了 我们搞错了 你读这一道 为什么神要这么安排 我们读这里的时候 我们想神为什么这样安排呢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就讲出一个原因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在教会里面这样的安排 这个叫次序 这叫次序 本一个话说 今天为什么要有这个顺服的表现呢 这个是一个次序的安排 在这个次序的安排里面 在这个次序的安排里面呢 神要我们将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彰显出来 神要把属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彰显出来 就是教会十分愿意地顺服基督 就是教会十分愿意顺服基督 在弟兄和姐妹这个关系里面 在弟兄与姐妹这个关系当中呢 这是一个配合 这是一个配合 并不是核制 不是一个瑕疵 弟兄不要以为你 哎呀今天读了这个圣经 我要核制姐妹了 弟兄弟兄不要觉得 哇今天这段圣经 我回去就要挟制姐妹了 回到教会就插一张椅子 回到教会就可以 我插一张椅子 坐在椅子上 然后叫个姊妹你挣茶给我 来姐妹 大杯茶给我 你有没有听见圣经 要顺服我吗 有没有看到圣经说要顺服我 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一脚踢去出回所 弟兄姐妹这种人一脚踢出去就对了 我们要认识神的安排是一个次序 弟兄姐妹要明白神所定的乃是一个次序 并不是给你滥用权柄 不是让你去滥用权柄 这里讲到在教会的里面 这你讲到在教会里面 特别我们要明白 这里不许女人讲道 这里特别讲到这句说 不许女人讲道 不许她阁管男人 不许她狭管男人 这里指出不是姐妹 不可以去分享去讲神在她身上的恩典 这里不是说姐妹就不可以分享 不可以去讲说神在她身上的恩典 这里特别指出来的是teach 这里特别讲到的是教导 所以姐妹不是站在教导的地位上面 姐妹不是处在一个做教导的地位 但是不等于姐妹不可以在这里讲道分享 但不代表说姐妹不可以讲道分享 所以你看哥林多书的时候 所以哥林多书里面讲到保罗讲到蒙头的事情 他就提到当姐妹讲道或者是讨告的时候 就讲到了当姐妹去讲道或者是祷告的时候 他就需要蒙起头来 他需要蒙头 所以明显地在教里面 姐妹是可以讲道和讨告 所以明显地在教会里面 姐妹是可以讲道可以祷告 只是说他不是在一个教导的位分上面 这是一个配搭 这是一个配搭的关系 这是最合宜的 这是最合宜的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见神的安排是祂最好最美的 神的安排乃是祂看最美最好的 以后是把神永远的旨意 神的丰富透过人的生活彰显出来 你知道吗?当教会真的顺服的时候 神就可以在婴孩口中建立了赞美和能力 神就可以在婴孩的口中建立赞美和能力 顺服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 不是被逼的 不是被逼的 逼过就不叫顺服的 如果被逼的 那就不是顺服了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应该选顺服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拣选顺服 弟兄们当你看见姐妹们的顺服的时候 弟兄们当你看见姐妹顺服的时候 你看见她头上蒙起那个蒙头帽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要顺服基督 你就知道你应当顺服基督 提醒做弟兄的 你不能够越过基督做头 这个是一个美好的配搭 这乃是一个美好的配搭 所以在这个道顶 照顾我们不要有世人的观念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有世人的观念 谁管谁 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给我们要作的见证 我们要看到这乃是神给我们要做的见证 好了 我要来到第三方面在教会中间的人 第三方面教会里面的人 关于合格的长老 我在这里先提一提 我先提一提 我跟大家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大家脑海里面不要打算教会的长老 大家脑袋里面就想着教会你们的长老 他是不是这样子呢 用把车去量他 就拿一把尺来量他了 我盼望大家看到的 神在做长老身上的要求 其实是对每一个人都想会你是这样子 但是对着每一个人都希望你是这样子 很盼望你真的敢来到去服侍神的家 很盼望你可以这样来服侍神的家 只不过有些弟兄们 他有这样神以来的感动 只不过有些弟兄 他有从神那里来的一些这样的感动 他有这样的学习 神就让他在教会中间作长老 神就给他有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服侍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这些性格 但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性格 我们应该是有这些品格 我们都应当有这些品格 所以题目大致于三章第一至七节 所以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呢 我不讲太多了 我不讲太多了 我们读一读 我们就读 第一节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第一节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善公 下面就讲了很多的条件在那里 那往下就讲了很多的条件 我想和弟兄姊妹来这样分享 我想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分享 我们先要看看长老的托付 我们要先看看长老的托付 因为关于长老的服侍呢 因为关于长老的服侍呢 彼得前书五章一节三节那里 就讲到长老的托付是怎样 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三节就讲到 对着长老的托付是怎样 提摩泰前书这里就讲到长老他的品格是怎样 在提摩泰前书确实讲到长老他的品格是怎样 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三节怎么说呢 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三节怎么说呢 他说我就是着长老的 我这做长老 着基督受苦的见证 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有显现之荣耀的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 无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乃是出于乐意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所以作长老的 他在神面前所接受的是一个托付 托付他去照管神的群羊 托付他来照管神的群羊 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爱神家的表现 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爱神的家的一个表现 这里提到这种的照顾 彼得就用了一个字 彼得用了一个字 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就是说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怎样牧养呢 牧养的心思是怎样 牧养的心思是怎样呢 对彼得来说 他用群羊这个字 有深刻的意义 他用群羊这个字是有很深刻的意义 大家记不记得主复活之后 在提比利亚海 记不记得主复活之后 在提比利亚海 他们遇见了主耶稣 吃饭的时候 主耶稣问彼得 主耶稣问彼得 彼得问他问题 主耶稣问彼得 你爱我吗 弟兄姐妹 彼得怎么回答 彼得怎么回答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跟着主就跟彼得说 接着向彼得再说 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主耶稣问了他三次 当然当中有他的意思 当然这当中又有他的意思 但是主回复的时候 那些羊有不同的 这些羊有不一样的 有羊有小羊有群羊 你就知道 在整个家里面有不同的羊 他需要负责的 就讲到说羊有不同的羊 然后他要彼得负责 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羊 不同的照顾需要 你照顾老羊和小羊是不同的 你照顾老羊和小羊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件事情很重要 但有一件很重要的 你要去喂养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当今天讲到教会里面去供应的时候 今天在教会里面讲到供应的时候 里面一定包含了爱 里面一定是包含了爱 在爱里面去供应 在爱里面来供应弟兄姐妹 所以那里彼得就讲到 你不是核管人 彼得所以在那里说 你不是去侠管人 你是在那里去照顾他们 做群羊的榜羊 还是做亲羊的榜羊 榜羊是很重要的 榜羊是很重要的 在神的家里应该满作榜羊 在神的家里应该满有榜羊 我记得我带领我成长的弟兄 我记得那位带领我成长的弟兄 他给我很深刻的一个榜羊的提醒 他给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榜羊的提醒 他对服侍神他很认真 他对着服侍神非常的认真 他对神的家他有一份很深的爱 他对神的家有一个很深刻的爱 我记得那时我读书 我记得我当时还在读书 我们有一个查经班 这位弟兄就住在教会很近 这位弟兄住的地方离教会很近 两三分钟的路程 两三分钟就到了 但是那天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放学就去参加查经班 那我们当时在读书 下课就去参加查经班 那在教会里坐了很久 他都没有来 但是我们到了教会等了很久 他都还没来 那终于坐在那等 我们坐在那等 旁边有一个姊妹跟我说 隔壁有个姐妹就说了 启光不如你讲 启光要不然你来讲吧 我怎么讲 我根本就不懂得讲 我不知道怎么讲 那大家终于坐了整个钟 结果我们就坐了一个小时 然后就回去了 后来这位弟兄知道了 他跟我说 他说他很惧怕 他怕什么呢 他怕神不用他 这个印象到今天在我心里面 都是很清醒 弟兄姐妹 这个在我的印象额外里面很清晰 你不要以为你有些服侍 你就很厉害 你不要以为你有一点服侍 你就好像很得意了 小心神可以不用你的 你知道吗 神是可以不用你的 在他里面对侍奉这件事 真是战战兢兢啊 他在服侍他这件事情上 我们应该是要有 他是很战战兢兢 他真的就是这样 他忘记了 他忘记了 但是他在神面前 他的感觉就是 他怕神不用他 他在神面前的感觉就是说 他怕神不用他 所以今天对我来说 我服侍很多时候 我在神面前都这么讨过 所以今天我在我的服侍当中 都这样子祷告 神要怜悯我 神要求你用我 神要求你用我 弟兄姐妹 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 给神用的 神怜悯我们 我们才能够服侍 神怜悯我们 我们才能够服侍他 后来到92年左右 所以来了LA 他来了LA 过程基 来了LA之后 他就验到有联风 他就验到 查到有那个 淋巴癌 后来到了很晚期的时候 我就从香港来看他 我到病房 灯关了 他好像睡着了 我就坐在床尾的那张灯上 等他醒 后来他醒了 我听到他祷告 我听到他在祷告 他怎么祷告呢 他说神啊 扣你给我日子 他说神啊 求你给我日子 让我能够好好服侍神的家 让我可以好好地服侍神的家 我很感动 一个病在床里面 已经这么辛苦的人 一个病在床上 已经那么痛苦的人 他真的很痛苦 他真的是很痛苦 他离世那天 他离世的那一天 护士把他反过身子来 帮他擦身子的时候 他整个背都黑了 他整个背都是黑的 因为睡得太久 背的肌肉都死掉了 其实如果你说 问我祷告什么 你问我 我祷告什么 我就求神 叫我減轻痛苦 我就说 我会祷告说 神啊 让我减轻痛苦 神啊 你早点接我走 神啊 你早点接我走吧 但他心里面 仍然是记挂着神的家 但他心里面 记挂的是神的家 弟兄姐妹 这个对着我服侍的 那个忠心和看见 有很大的影响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应该顾念神的家 都 死都好 你都不应该伤害神的家 直到死 你都不可以伤害神的家 你只能够爱神的家 你只能够爱神的家 保守神的家 保守神的家 你不要成为那个 叫神家亏损的人 你不要成为那个 让神的家受亏损的人 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都好 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都好 有多少不合理的事情都好 有多少不合理的事情 你都不能叫神的家亏损 你都不要让神的家受亏损 这个就是神托付你去喂养他的羊 这就是神托付你来喂养他的羊 你怎么能够伤害主的羊 你怎么能够伤害主的羊呢 所以你知道吗 在主的感觉里面 所以在主里面的感受感觉 你叫一个小子跌倒 你叫一个小子跌倒 倒不如你那个石头 纏着条颈跳到海路 你打不如叫你自己用磐石绑在镜上 跳到海里面去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死定的 没有人会救到你 没有人可以救你 你一定往下沉的 所以你不要害一个小子 所以你不要去害 伤害任何一位小子 在主里面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主里面的感受 祂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在我心里面 到今天都是很清晰的 所以这个在我的心里面 到今天还是这么样的清晰 这是一个榜样 为什么叫你不要争论呢 为什么叫你不要争论呢 为什么叫你不要埋怨呢 因为那个是你所爱的 好像奶奶很疼你的孙子一样 那个孙子就说煮得不好吃 又说这个不好啊 那个孙子可能埋怨说你煮得不好吃 怎么样的 那些奶奶就是笑笑笑笑 那个奶奶通常就是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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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善慕善公 换一句话,一个做长老的人 神不愿意说他是被逼的 他是很想去服侍的 他是很想来服侍的 他是去挑选服侍的 他是愿意拣选服侍的 神不愿意我们走投无路地去服侍他 神不要我们好像走投无路了 我们才来要说来服侍他 我找不到出路了 没有人找不到工作了 我就去教会做全时间吧 不是的,你要在神面前看见 神要我们很羡慕服侍他 不是的,那是我们要在神面前 有一个羡慕要服侍他 我记得我全时间服侍的时候 我记得我全时间服侍神的时候 神就给我这个感受 97年之前我还是带着一些工作来服侍 97年之前我还带着工作来服侍他 我当时是做那种的 就是接工程这样子接回来做的 我做电脑的 我是做电脑的 就帮人家设计电脑系统的 但是97年回归之后呢 那个问题就不是政治因素原来经济因素 那个问题不是政治因素 而是经济的因素 全世界经济都一直向下 全世界的经济往下走 那很快去我的工作就没有了 很快我的工作就没有新的工作来了 那还要养家的嘛 还要养家嘛 那我就在同工聚会 同一些同工 我同一齐服侍有大概二三十人左右 我们有大概一起服侍的同工有二三十个人 那我同弟兄姊妹说我要去找一份工作了 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要去找一份工作了 因为我也要照顾家庭了 因为我也需要照顾家庭了 那当中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了 当中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了 其光弟兄不如你全时间服侍了 其光弟兄要不然你就全时间来服侍吧 我说好 我想想 我说我可以想考虑一下 我祷告一下 我祷告一下 那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我就收到一个电话 我就收到一个电话 是我以前工作的一个老板 是我以前工作的一个老板 一个上师 那他就是一个半官方机构里面 那个Council Chairman 他是在一个半官方的机构里面的 一个好像一个主席 那个Council Chairman 主席那些 那这个机构是什么呢 这个机构是什么机构呢 就是香港所有的那些出口单据 就是香港所有的出口的那个单据 要经过这家公司 要经过这家公司 和它电子化了 数据化了 他就是要把它做电子数据化 然后给政府 然后交给政府 所以这个是一个独私生意 所以这个是有点像一个专利的生意 那这个老板给电话 就叫我去跟他们这个组织的 那个Operational Director 去谈谈 那那个我前任上师 就让我去跟这个公司的那个行政总裁 来跟他谈话 那我跟他谈了大概两个小时 我跟他大概谈了两个小时 那大家都是很技术性的问题 都是一些比较技术上面的讨论 那聊聊一下的时候呢 我在谈的时候呢 他就突然间跟我讲 他突然间跟我讲 我的英文名叫Sero 我的英文名叫Sero Sero 那他说Sero你什么时候上班 他就说Sero你什么时候上班 我说我都还没有 我不是来好像来面试 他给我的那个条件都很好 就是要处理所有的客户的技术资源 那我回到家我就祷告 他心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我心里面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去这份工作里面 我很容易就可以跟弟兄姐妹解释 我很容易就可以跟弟兄姐妹解释 我有考虑到全时间的 我有考虑过全时间 但是突然间有份工作就掉在我面前了 所以问题就轮到是我选什么了 所以现在是我要选什么了 那我就在心里面看见一件事 我心里面就想到一件事情 有两个老板 有两个老板 两个老板 两个上司 一个就是永生的神 一个是地上的老板 哪一个是指振你来服侍的呢 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我选了什么 这个老板是了不起的老板 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他爱你爱到将一切都给你 他爱你爱到把一切都给你 弟兄姐妹如果你地上找到这个老板 我就去跟他打工了 弟兄姐妹如果在地上找到这个老板 你一定要帮服侍他 但我相信你一定找不到 但我相信你在地上找不到这种老板 钉十字架会是你不会是他 那钉十字架会是你不是你老板 感谢神到今天 感谢神到今天 神都给我们有机会去选 神给我们有机会来选 亚当在伊甸园 亚当在伊甸园 他拣选错了一次 他拣选错了一次 人类就进入了一个这么深的 这么痛苦的阶段 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很黑暗痛苦的时期 但神仍然给我们可以再拣 但神能难给我们机会再选 弟兄姐妹你怎么来用这一次第二次的拣选呢 你会像亚当一样在拣选熟地上的东西呢 还是你拣选神呢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做决定 还是那句话 当你拣选那样东西的时候 当你选那件事情的时候 记得你是拣了一个后果的 你知道你拣选了那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 神的主宰权兵在这里 神主宰的权兵在这里 就是你选什么有什么后果 你选什么有那一件事情的后果 他不会有exception 不会有例外 接着在这段 就提了长老的资格 这一段里面就讲到了合格长老的资格 我没有时间和弟兄姐妹再继续讲 逐一去讲那个长老的条件 我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在一个一个条件来这里讲 但事实上一个合格的长老呢 那事实上一个合格的长老呢 他重点是放在品格多于他的才能的 他的重点来是在他的品格胜过于在他的才能 所以不是他有很多个博士学位 那这个人一定做到长老 所以不是说这个人有好多个博士学位 所以他可以做长老 一个人的生活的模式和别人的关系呢 就透视了个人的品格是怎么样的 一个人他生活的模式和他与其他人的关系 就透出了显露这个人他跟神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这里说不要让他有罪咬 所以为什么这里说不要让他有罪咬 他为什么要去接待远人呢 为什么愿意接待远人 这都是在那里透视了他这个人的品格是怎么样的 这里都透视出这个人他的品格如何 所以一个长老他能够善于教导 也都是十分之重要的 所以一个长老他善于教导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呢 但是更重要的呢 长老他必须活出神的话 和成为别人的榜样 最后就是关于合格的执事了 最后就讲了合格的执事 在三章八节十三节讲到执事要怎么样 三章八到十三节讲到执事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执事的功用是什么 执事的功用是什么样的 教会的执事是和长老成为一个配搭 执事在教会里面是与长老配搭 长老是在那里作行政的管理 长老做行政的管理 执事就是配搭长老在事务的服事上面 执事就配搭长老在事务上面的服事 这些的服事乃是一个配合 大家在不同的位分上来到尽力 大家在不同的位分上尽力 而你看见执事的资格 亦是很清楚在这里列了出来 这里也很清楚地把执事的资格列出来了 他是一个紧守的人 他是一个紧守的人 端庄的人 端庄 他不会一口两舌 他不会一口两舌 第一 这个是重要的 兄姐妹这个很重要 在我们服事的里面 我们不可以跟一个人讲这样 跟第二个人就这样讲 我们扶事当中不能说跟他讲这种话 他另外一个人就讲另外一种话 这样很容易出大问题的 我记得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部门的经理 有一个部门的经理 他就想好好笼络住他下面的人 他很想好好地笼络他手下的人 他就跟这个A同事讲 他就跟这个A同事讲 你十分好 你很好 B同事不行 B同事不好 如果要升经理的时候 我一定升你 如果要提拔的人就一定是你 你要好好地做事 你好好地干 你要看着这个B同事怎么做 你就知道他跟B同事这么说 你知道他跟B同事同样讲这种话 B同事你最好 A不行 如果要升级我升你 要提拔一定是你 有一天聊天 有一天在那里谈话 A跟B就来到我那里跟我聊天 A跟B就来到跟我讲话 讲一讲一下 就讲了这个部门经理 讲了这番话出来 讲起来就讲起 这个部门老板经理讲的这些话 A跟B生气得不得了 A跟B都生气得不得了 终于就是两个一起辞职 所以两个一起辞职了 我也不敢说我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吗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在神家里面一口两舌是闯祸的 在神的家里面一口两舌是闯祸的 也都讲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端庄的人 也讲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端庄的人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还有他是被圣灵充满的 这里还讲到被圣灵充满 而且是满有智慧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提到这四方面的人 我们讲到这四方面的人 弟兄姐妹 这四方面都跟我们很多的关系 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学习的 我特别想到 我特别的想到 我们在神的教会长大 我们神的教会 我在神的教会长大 我们蒙了神极大的恩典 我们蒙了神极大的恩典 透过弟兄姐妹的爱护 透过弟兄姐妹的爱护 叫我们可以好好的成长 让我们可以好好成长 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享受到弟兄姐妹很多丰富 享受很多弟兄姐妹的丰富 是无私的奉献 这些都是榜样 这些都是榜样 你看见在这两章圣经里面 这两章的圣经里面 要提醒我们的就是 在神的家里面 提醒我们的是在神的家里面 应该满足榜样 应该蛮有榜样的 不是你觉得你年少就不需要 不是说你年少所以你不需要 其实这是相对的 其实这是相对的 你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 成为别人的激励 成为别人的激励 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好好地来学习 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 好好地学习 接受神话语的教导 接受神话语的教导 做一个有意象的人 做一个有意象的人 满足我们的神 满足我们的神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感谢你 你用你的话提醒我们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用话语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 让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 服在你主宰的权柄的下面 让你的旨意 能够通行在地上 与同在天上 能够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好叫你的名被高举 好叫你的名被高举 众人都能尊你的名为圣 求主联名我们 祷告奉主的名 Amen